海曼来看看例物 如图是某汽车行驶了路程S千米与时间T分钟之间的函数关系图 什么叫函数关系图 不懂 有的地方把这称之为ST图 因为竖轴代表着路程不断的延长 横轴代表时间不断的逝去 OK 那现在观察一下它的路程和时间的关系 你能不能从二者的对比之间发现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量 除了路程除了时间 还有一个东西叫速度 马上就来了 观察图中所提供的信息可以计算出汽车在前9分钟的平均速度 与16到30分钟内的平均速度 它们之间的差是多少 听起来前9分钟要快一些 后14分钟 也就是这段14分钟要慢一些 问快的比慢的要快多少 单位是千米每分钟 那咱们先来读读图 这样的图形在希望杯里面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 而且在咱们五年级北京市的统策卷子里面 经常有这种读图应用题 简直是近几年的必考题型 OK 来看看 从这儿不断的延伸 那说明 首先从0分钟到9分钟 横轴过了9分钟 路程往上拔高了12000米 说明在9分钟的时间里 咱们的车往前开了12000米 那它的平均速度呢 自然是这一段的总路程12 除以这段的总时间9分钟 答案等于3分之4 单位是什么呢 看看 路程的单位是千米 时间的单位是分钟 不用换算 很爽 3分之4千米每分 OK 再看看 第二段 在第9到16分钟之间 过了7分钟 但是我们发现 它一条平线横杠 就横在这儿 什么意思 意思代表 路程一点也没有增加 一点也没有减少 它停在原地 根本没动过 所以这时候 咱们就可以理解为 这个人在原地休息 或者这辆车 汽车在原地休息 加油 OK 那不用去管它 接下来 从16到30分钟 过了14分钟 对不对 过了14分钟 路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看一下就知道 过了14分钟 路程总共 从12提高到了40 也就是说 这段路程 它走了40-12 等于28千米 用的时间是30-16 用14分钟 28除以16 答案就等于2000米每分 OK 这很爽了 快的这么快 慢的这么慢 那咱们到底是谁快 谁慢 已经很清楚了 快比慢的快多少呢 也很清楚 2解析三分之四 答案等于三分之二 千米 每分 OK 立刻出来 所以这就是平均速度 之间的差 首先你得知道 平均速度的概念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 我走的总路程 除以我用的总时间 就是我这段上的 平均速度 快的平均速度 减慢的平均速度 好求得很 关键看你的读图能力 这图简而言之 就叫ST图 上初中以后 咱们有一个另类的名字 叫函数图像 有可能它会陪伴我们 度过初中高中六年的 学习时光 OK 来继续往下看看 第六 有一块铁丝 第一次用去的是 余下的三分之一 第二次用去四十米 这时还剩全长的一半 这块铁丝 原来够长多少米 哦 这题起不是很简单吗 那四十米是唯一的一个数量 找找它对应的分量 是全部铁丝的几分之几 就可以快速搞定了 那应该如何计算呢 还剩 你看第一次用到三分之一 第二次用到二分之一 把它一减 正好等于六分之一 四十对应的是全程的六分之一 除以六分之一 一除就是单位一 也就是铁丝的全长 二百四十米 这起合足八尺 OK 学往北里面 大多数的应用题 基本上维持于这种难度 或者是稍微比它再难一点点 反正总而言之 算是中等题目 一般来说应用题的考察比例 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在希望杯里面都有可能 那也就是说 占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像这种傻傻的错误 咱们以后不要再犯 为什么呢 第一次用去的是整个全部的三分之一吗 不是 是剩下的三分之一 说明全程分成了几份 分成了四份 因为剩下这占三分 这是第一次剩下的 这是第一次用掉的 是这样的吧 那现在我就会发现 单位一 以它为衡量的话 第一次用去的应该是全部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用完多少 用完了四十米 为什么这段四十米呢 因为用完它以后 剩下的占全程的二分之一 这时候四十米所占的分量 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了 四十应该占全程的四分之一 除以四分之一 答案就等于一百六十米 只是告诉大家 希望杯里面的应用题型 考察的有多简单 OK 不要犯这种傻错误 那么把该拿到的分全拿到 希望杯其实是个非常容易 大展身手的比赛 同学们 有没有点兴趣了呢